花开花落自有时 缘去缘来总有因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办理房产过户时 我的名下莫名多了个三岁的儿子 我看着户籍上的人员信息 只当是系统出问题录入错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我老公 不想他愤然指摘我出轨有私生子 当我们二人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到离婚的地步时 我的小姑子带着她儿子回来了 你好女士 这边户籍信息显示 您的家庭成员除了您丈夫 还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温柔的女声响起 可说出的话直接把我绕晕了 我和周唐结婚五年 除了一个女儿果果 我未在生育 哪里来的儿子 不好意思 我是已婚已育 可我只有一个女儿 没有儿子 小姑娘 文言 抬头看了看我 又刷新了几遍电脑页面 女士 系统显示您的确还有一个儿子 这话说的我就有些生气了 语言不善地对了回去 我说了我没有儿子 只有一个女儿 你们自己有问题 还扯到我身上来了 我的声音引起了她领导的注意 领导走上前 仔细询问后 又亲自查看了电脑 最后给我解释 可能是当初系统录入出错了 稍后人给我答复 我收好房产证 无奈地离开 身后的小姑娘带着哭腔 和她领导解释 真没有 系统就是那样 我心叹 现在的孩子 真是错了不知悔改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地 来办理产权过户 没想到到头来 什么都没办成 果果再过两年 就要上小学了 我名下 这套学区房有名额 但是为了 给果果更好的未来 我看上了一套 更好的学区房 只要买下 果果将来上的小学 可就是省重点 电话响起 是我妈打来的 萧萧 办好了吗 没呢妈 他们系统出问题了 今天办不了 等修复好了 我再跑一趟 我妈疑惑 出什么问题了 想起那个小姑娘说的 我无奈地说 我名下多了个儿子 无痛当妈 我妈听后也笑了 连我爸也在旁边硬喝 那你赶紧 把外孙带回家 给我们瞧瞧 我无语望天 又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等到果果放学 我将他接回家做晚饭时 也将这件事当个笑话讲给周唐听 要是我真有个儿子 三年见不到个人影 还不得风 周唐家菜的手顿了顿 然后问我 是婚后爸妈给的第一套房 我点头 当初怀上果果 我爸妈就给我买了一套学区防备着 可后来因为一些事 果果的户口登记在我爸妈那里 打算等他上小学 再牵回我名下 你要过户给别人 怎么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呢 周唐的语气夹杂着责怪 略微让我有些不适 那不是别人 是我亲妹妹 而且是正常的买卖 要不是市里限购房产 我也不至于把这套学区房给买了 可为了果果 固然有些心疼 也还是能舍得 周唐放下筷子 将面前的碗推开起身离开 林霄 你永远都是这样 任何事任何决定 都只能你自己决定 等到办完了 才施舍般地和我讲 我张嘴说不出话 他说的 是真的 我是爸妈第一个孩子 虽然教惯 各方面能力却很强 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决定 这个习惯 也带到了我和周唐的婚姻里 可是明明 当初他是夸我清醒独立的 我名下多了个孩子的事情 被周唐告知了他父母 第二天 他爸就找上门了 进门对着我便是一顿骂 林霄 我们周家没有对不起你 可你呢 你居然在外面养小三 还生了个娃 你不要怜你 他说着就拿起桌子上的花瓶 想砸向我 不过被周唐他妈阻止了 老头子你冷静点 好歹听萧萧解释啊 周唐他爸鼻子哼了一声 将花瓶放下 一副大夜模样 坐在沙发上 敲着二郎腿 让阿姨将果果带去小区完后 我砰的一声将门关上 爸 没证据的是 咱们还是少说点 毕竟造谣 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文言又响起身 却被周母给按下了 周母笑着一张脸 语气和蔼地说 萧萧 犯错了不要紧 知错就改就行 这句话倒是给我逗笑了 不明白平日里温和善解人意的婆母 是怎么说出这么伤人的话的 妈 照你这么说 我和周唐结婚五年 除了生果果 其余时间 我都围着这个家传 我哪里来的时间 去生其他孩子 周母欲言又止 周父冷笑道 生果果的第二年 你去国外进修了半年 谁知道是不是那时候生的 我还未反驳 周唐推门而入 我不知道他在门外听了多久 他完全无视我 只顾着让他爸妈消气 这样的动作 却也变相地表示 他也觉得 是我出轨有了私生子 我看着他一身西装革履 事业有成的模样 突然觉得有些陌生 周唐 你也不信我 周唐抬眸看着我 微微摇头 萧萧 若没有血缘关系 那孩子怎么入你名下的 我说了是他们系统问题 当初录错了 周唐打断我 他打开手机放了一段录音 是昨天那位领导的回电 周先生 我们这边确定系统没有问题 就两句话 直接让他霸黑了脸 林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周唐面带痛色地质问我 我没有 无力的话语自我口中说出 可他们一家人都不信我 明明就是一件荒谬的事 现在演变成了我出轨的罪状 我强迫自己冷静 然后问周唐 你是信这些子虚乌有的 也不信我 他低下头 无声地默认 好好好 周唐 你不大青红皂白 就任由你父母栽赃我 咱们五年的夫妻缘大 便是你这样糟蹋没了的 周母壮若为难地拉过周唐 将他牢牢地护在身后 林萧 原家已解不已解 到这地步了 我看 你和周唐就离婚吧 至于果果 你带走就行了 周唐没有意义 可是没有来的 我品出了一点怪异 如果 那个在我名下的男孩 不是没有来登记的呢 那他和周唐 又人不人有什么关系 想法一出 我心底一跳 过往那些听过的八卦 瞬间涌入脑海 出轨转移财产 私生子继承 一想到属于果果的一切人 被人损害 强烈的紧迫感 倒是让我理智彻底回笼 周母偷摸着观察着我的表情 见我没有刚刚的愤怒表情 她温柔地拉过我手 萧萧 好聚好散 让我说 就今天吧 你和周唐去一趟民政局 她话刚落 我电话就急切地响了起来 是带果果出去的阿姨 太太 你快来看看吧 果果被别的小孩用石头 把额头砸出血了 我文言顿觉天昏地暗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的果果受伤了 我推开周母 大步向楼下跑去 拨开人群 果果正被阿姨捂着额头 哭得撕心裂肺 血顺着她脸颊流下 混着眼泪 看得我心都要碎了 我将她抱在怀里轻轻安抚 果果别怕 妈妈在这里 妈妈保护果果 她抽烟地回我 妈妈 我好疼 我知道 妈妈知道果果疼 等我们去医院包扎完就不疼了 安抚果果的同时 我的视线不经意间和一个小男孩对上 她的眼里没有童真 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我 那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如同一只狼仔 而我怀里的果果 在看见她的时候 哭得更大声了 妈妈 就是她 果果颤巍巍地指向那个小男孩 可我的注意力 不在那个小男孩身上 而是她身边站着的大人 我的小姑子 周秀 周唐跟在我身后下来的 在看见周秀和她身边的小男孩的时候 也是明显一愣 果果的痛呼声 让她回过神来 我抱起果果 让她把车钥匙拿给我 可车钥匙到我手上一瞬间 周唐又发疯一样 将她抢走了 我冷冷地看着她 问她 周唐 我们俩的是之后再说 现在最要紧的是果果 她将车钥匙 揣入兜里的动作一顿 而后解释道 我的车上有异味 我怕果果闻了人不舒服 我去车库取你的车 你等一下 说完她快步走向车库 我抱着果果在小区大门口等着 周秀牵着那个小男孩 热情地让他给我打招呼 浩浩 来 叫舅妈 浩浩文言撇撇嘴 不情愿地叫了一声 我皱眉想让他们离我远点 刚表露一点意思 周秀无嘴笑了 林霄 浩浩大名叫周浩呢 我莫名地看着他 这孩子是他带回来的 不和他姓 和我姓吗 有病 周唐将车停好 我抱着果果上了车 关上车门的时候 恍惚间 我看见周浩一脸如目地看着周唐 心底那鼓一样又生了起来 等到果果包扎完已是晚上 我没回家里 而是让周唐将我和果果送回了我爸妈家 我妈看见果果红肿的眼睛心疼坏了 暗暗骂了周浩好几次 我的妹妹林苏更是气愤不已 二话间就推开门 去找周唐他们家要个公道 姐你放心 敢这么伤害果果 我饶不了他们家 我爸最是冷静 轻声询问我 发生了什么事 我将来龙去脉说完后 我爸猜测我名下那个多出来的孩子 便是周秀带回来的那个 看见周浩和周秀的时候 我心里大概也有了个底 可我没说出来的是 周唐他妈今天是真的很希望 我和周唐离婚 这就很奇怪了 只要和我好好说 我未必不能体谅周秀 带着一个孩子不容易 非得搞这些因的来恶心 我倒打一耙 过去相处融洽的婆母变了脸 任谁也无法突然适应 接近凌晨 林苏才回来 一脸愤恨地出去 一脸为难地回来 他带回来的信息 倒是和我和爸想得大差不差 姐夫那边我问清楚了 是他妈心疼周秀 所以找了点关系 将那个孩子登记在姐姐你名下的 我嗡了声没回话 将果果哄睡着 我推开了书房的门 爸 我想重新回到公司 本来以为幸福的家庭 如今如水中花斑 将我打醒 为了果果 值 为了周唐 他不配 我爸叹口气 点了点头 如今你妹妹在公司 已经稳定了下来 你回去他 正好可以帮帮你 自我结婚怀孕产子的那三年里 林苏的能力完美地展现出来 苏苏一直都这么让人放心 那你呢 如今怎么想的 我爸担忧地问我 闹成今天这样 是周唐他妈导致的 虽然周唐的态度很伤人 但我觉得他是有苦衷的 为了果果 我想再给我们之间一个机人 我也想知道 周浩和周唐 到底是什么关系 走出书房 路过林苏房门时 思考片刻 还是决定和他说一声 敲了几下门他没开 我直接打开房门 苏苏 今天的事谢谢你了 他戴着耳机 对着笔记本屏幕笑得正欢 见我进来 一下子吓到了 他猛地将屏幕扣下 将笔记本塞到被褥里 姐 这一生里 多少含着点委屈 如此模样 倒让我起了调笑他的想法 笑得这般幸福 可是妈说的 你那从未带回家的男朋友 林苏脸红了大半 认真的看着我道 姐姐 再过不久 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我揉揉他的脑袋 让他早点睡 关门前 他突然问我 姐 你人祝福我吗 我回头宠溺地看着他回答 只要是苏苏想要的 我都祝福 他眯着眼笑了 次日我打电话约周唐出来谈谈 他应了 咖啡厅里 我抿了口黑咖啡后 开口问他 你让苏苏带回来的话 我都知道了 就是现在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他眼下清黑 语气疲惫地回答 林霄 咱们过不下去了 我反问道 过不下去 周唐 你明明知道 我名下那个孩子 就是周秀的儿子 却还是联合你爸妈来栽赃我 你居心何在 他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 说 若非你当初没阻止秀秀 他也不然离家出走四年 最后带着孩子回来 我爸妈也不然将这个孩子 入你名下 林霄 你当真不觉得是英国报应吗 吐出一口浊气 我现在只觉得周唐全家都有病 我去英国进修的那年 周秀因为我的关系 认识了我的一个学弟 长得帅嘴巴甜 学历高 几乎瞬间 周秀不可自拔地爱了那个学弟 我知道那个学弟私下玩得开 便告诉周秀让 他别让自己受伤了 可他没管我的劝告 一头栽了进去 直到学弟的未婚妻找上门 周秀丢了脸面 没了工作 毅然抛下所有去了外地 却不想 周唐居然能将这件事怪到我头上 突然觉得 我和他之间没有说的必要了 没有信任的婚姻 如微强 只是在离婚前 我要将自己的疑虑尽数解开 过不下去就算了 咱们散了便是 可 我抬头看他 我要周浩亲自向果果道歉 你爸妈亲自向我道歉 不然离婚免谈 周唐文言又皱起了眉 却在想到什么又点头认了 好 我带着果果回到这个 我曾经耗费心血布置的房子时 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不过几日 发生天翻地覆之变 我坐在沙发上 果果站在我身前 周浩扁着小嘴满脸的不情愿 周母哄着他 心甘肉地喊着 最后还是周唐抱着他 他才低下了头 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果果心善地说 没关系 不想周浩低头时 眼里的愤恨 就这么大咧咧地入我眼里 怕和他妈一个样 白眼狼 周母自然地坐到旁边 拉过我的手 萧萧啊 浩浩的事情 是我们对不住你 那次争吵 我和你爸也是怕秀秀的事情 让你介怀 这才糊涂说了那些话 你别介意 你和周唐的缘大尽了 但果果还是咱们周家的孩子 这点你放心 我摸着果果的头发 无波无蓝 有我在 我爸妈在 果果的未来 哪里需要他们操心 我大方地 将周浩抱到我面前搂着他 一脸长被磁色的语重心尝道 乖孩子 以后记得别乱伤人 不然可没有今天这么好运 他挣扎着挣脱我 脱口而出 一个坏女人 就是你害得我妈妈跟爸爸大开 你怎么不去死 周母连忙将她嘴巴捂住 让她小声些 而周秀 一点不意外地站在后面 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那里面 还带着挑衅 我面无表情地牵着果果准备离开 周唐提出送我 转身走向门口时 被周母抱着的周浩 急小声地喊了周唐一句 爸爸 我心下冷笑 但愿可别真是一出乱伦珍戏 那样的话 我的果果长大了 该多么厌恶自己身体里另一半基因 拿到周浩的头发 我甩开周唐 直接去了医院 加急结果出来 我的手指不住地颤抖 周浩和周唐是父子关系 他们怎么真的敢 帮我做检测的老同学 一脸了然地看着我 安慰我说 其实几个月前 你老公带着一个发烧的孩子来了医院 当时亲属关系上写的就是父子 当时我还以为是你要的二胎 便没在意 可你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你还是有权知道 所以是在很久之前 周唐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承认了 自己有个私生子 可笑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说着 老同学还将一份诊断报告交给我 那个孩子之前频繁发烧 我们这边怀疑是白血病 只是结果出来之前 你老公就把孩子带走转院了 打开那份报告 我满腔愤怒 突然漏了风 周浩是个行血 可周唐和周秀都是欧行血 他们怎么生得出来 那只有一个解释 周浩的生母 另有其人 可是 是谁呢 手上的诊断报告犹如火烧 即使那个孩子待人不良善 想起他说的妈妈 应该不是指周秀 而是他的生母 就是说 周浩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 确诊白血病 想要治愈便只有移植 除了他父母 还有果果 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最坏的结果 也不能让他们把主意 打到果果的身上 向老同学到了谢后 我开车来到了公司 推开总经理办公室的大门 林苏正在视频开人 我了然地摆摆手 让他先忙 转身出去在公司内部转转 比之我在的几年前 如今的公司成员 我已看不见熟悉的人了 萧萧姐 咖啡 多奶少糖 我惊讶地看着面前的职场丽人 不敢相信 这是我五年前 待在身边有些怯懦腼腆的小徐 打量一番 我拉着他到休息室叙旧 小徐 不对 现在该叫你徐经理了 小徐大放一笑 然后问我来公司 可是有什么要事 也没什么 就是觉得 女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才行 这不是打算回来了吗 他惊讶 真的吗 萧萧姐 我笑着点头 然后问了一些公司近几年的情况 他一一说给我听 莫了感叹一句 可惜当初跟着你的人都离职了 不然他们知道 你回来该有多高兴 我拍拍他肩膀无奈地摇头 有了果果 是我自愿放弃这一切的 说话间 小徐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脸色将了将起身去接 他包放在身边 随着他起身 一个白色的瓶子滚了出来 我捡起来一看 是一瓶叶酸 而小徐那边 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 可以压低声音的对话 我还是听见了几句 怀孕 离职补偿 等他再次坐到我对面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公司裁员名单有你 他垂下眸子点头 是小林总亲自下达的话 职工怀孕被裁 公司法务都瞎了吗 我这次回来 便是来办理交接事务的 没想到还能看见萧萧姐 临走前 我将那瓶叶酸还给了他 他笑了下 离开前附在我耳边说 萧萧姐 回来小心点 小林总 他自从你离开公司 去国外进修之后 性情越发地偏激了 我皱了皱眉 酥酥地性情偏激 怎么人 小徐还说 这瓶叶酸 还是林苏推荐给他的 据说很不错 我看着空荡荡的休息室 有点捉摸不透 小徐想要告诉我什么 去英国进修的那半年 与其说是学习 不如说是去治疗我的病 先天性白血病 是靠苏苏移植的骨髓治愈的 这么多年 一直控制得很好 没有复发 按理来说 我是不适合怀孕产子的 可看着周堂渴望的目光 以及他背负的父母的压力 我还是选择试一试 最后千难万显地有了果果 所以我爸妈对果果万大真爱 便将他的户口放在了林家 而我离开公司后 苏苏接手 培养自己的人说得过去 给小徐推荐叶酸 难不成他怀过孕 是了 他一直有一个没带回家的男朋友 怕是男方当时不想要那个孩子 光是这样想着 我都有些心疼他 和周堂的离婚 进入正式的流程 而我委托律师 收集周堂作为过错方的证据 也不知道他们家是不是心大 还没把周浩的户口 从我名下牵出去 如果我列出的财产 大配周堂不同意 那么我作为周浩法律名义上的母亲 可以要求进行法院认可的亲子鉴定 到那时 可就由不得周堂来和我谈条件了 果果换药的那天 我正在忙着公司新进的项目 爸妈也出去应酬饭局了 无奈 我只能同意林苏的建议 让他带果果去医院换药 出门前 林苏和果果而语 两人亲密无状的模样 都快让我吃味了 林苏笑着调侃我 姐 不知情的 还以为我夺了你亲儿呢 我将果果的背包交给他 让他赶紧去 这次拿到的项目 对公司的意义很大 其间需要林苏的一个账号登录 我打开他的电脑 屏保上的苏苏笑得很开心 他拉着一个男人的手 应该是他的男朋友 可是漠然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只手上的手表 放大开来 模糊可见两个字母 T和X 那是我和周堂后面名字的缩写 也是我送给周堂结婚一周年的礼物 可现在 那只手表和他的主人 出现在林苏的照片里 而前几日 小徐提起的叶酸 周昊的未曾出现的生母 周秀幸灾乐祸的眼神 一桩桩一件件 都在告诉我 我被人耍得团团转 一股恶心直冲口腔 我没忍住 扶住桌子 呕了起来 妹妹和自己的丈夫 真的是 好的很 可是苏苏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白天一整天 我都过得浑浑噩噩的 直到回到家里 听着果果讲述他 今天遇见得开心的事 我才回过神来 或许苏苏他 也是有苦衷的呢 抱着最后一丝幻想 我立在他门前 还未敲门 他和别人 对话的声音 透过门缝传来 林霄没有什么异常 应该还没察觉到 浩浩是我的儿子 今天我把果果带去 做了配型 希望他能救浩浩 电话那头的声音 熟悉又陌生 我握拳忍住怒意 转身去了果果的房间 轻轻掀开果果的衣服 一触淤青刺目地 印在他雪白的皮肤上 林苏 就算你舅子心切 也不该把手伸到果果这里 等到爸妈应酬回来 我将真实的情况 和他们讲了 我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妈生无可恋地 闭上眼直呼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我爸不信 他一向是 风风火火的性子 便直接将林苏叫了出来 苏苏 爸爸问你 那个周浩 是不是你和周唐的儿子 林苏诧异地看着我爸 然后沉默良酒后点头 啪 清脆的耳光声响起 我爸拉着我妈让他冷静 林苏 那是你姐夫啊 你还要不要脸呢 退去温和的外皮 林苏略带讥讽地看着我 对 我就是不要脸 凭什么是我先遇见的周唐 和他结婚的却是你 我眼寒冷意地看着他 痛心疾首 只是一个男人 我们之间的亲情 还比上一个外人吗 比不上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告诉我 我是个完整的人 而不是作为你林霄 救命稻草出生的容器 这话一出 我爸妈都被震了震 林苏又哭又笑 壮弱疯癫地继续道 林霄你知道 我有多羡慕你吗 凭什么都是爸妈的女儿 就因为你生病了 需要骨髓 我就被强硬地带到这个世界 他们将我生下来 却没有好好地爱过我 他们只爱你 你一句难受 即使我白天被扎了十几针 也要半夜起来 去医院陪着你 即使我只是 想要一个简简单单的安慰 爸妈给我的话永远都是我要坚强 小时候是这样 长大了还是这样 只有周堂 他人安慰我 懂得我的脆弱 可是最后 你还是把他抢走了 凭什么呀 等他说完 我扶着脸色苍白流泪的我妈 坐在沙发上 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爸 也一下子老了好多岁 我自小便知道 林苏的出生 是因为我爸妈的配型与我不和 于是才有了她 幼年记忆里 医院消毒水难闻的味道 和吃到呕吐的药 便是林苏拉着我手甜甜地叫我姐姐 这么多年 我一直尽力补偿她 只要是她想要的 我都尽全力给她 可是周堂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一番话 源头还是我 苏苏 我知道我这辈子对你的情都是还不清的 既然你想要周堂 我把它还给你 只是一点 救你的孩子 别碰我的果果 说完 我无力地扶住墙壁 走向果果的房间 抱着孩子温热的身体 我没忍住哭了出来 我的妹妹 因为我受了那么多罪 造成今天这一切的 还是我呀 第二天 我顶着红肿的眼 将周堂约了出来 她似乎没想到 我人这么狼狈 有些惊奇地问 林苏你怎么了 我没理她 只说今天是确定来离婚的 重新拟好的离婚协议 我递给她 财产搭配那里 她拧着眉看了我几眼 不必觉得不可思议 只是因为苏苏 那个孩子后续治疗 也要很多钱 良久 她叹了口气 说了声 对不起 眼前这个男人 我是真心爱过的 即使闹到现在这么难堪 周堂 当初结婚的时候 你就该告诉我 而不是让苏苏与我反目成仇 若你说了 我是不仁要你的 她捏如着反驳 不是林霄 我和林苏那天喝多了 这才有了后面的 我打断她 表明没兴趣知道 他们之间的事情 离婚冷静期结束后 我和周堂顺利离婚 周浩的户口也签到了周堂的名下 林苏带着果果做了配型 显示不匹配 她拿着那张化验单 一直说不可能 要求再做一次 我护着果果不让 周浩还有爷爷奶奶和姑姑 或许他们是可以的 林苏偷偷带着果果做的 便说明 她和周堂也不匹配 至于我 并不想去掺这趟浑水 周堂和林苏 领证了 婚礼办得很隆重 我认识的朋友 都对我们三人的纠葛 表示目瞪口呆 没想到二十一世纪了 还能看见这么精彩的家庭伦理剧 小徐挺着肚子 坐在我旁边吃瓜 她表示很好奇 为什么我能这么冷静地来参加 我妹妹和前夫的婚礼 周浩作为花童上台 为他们二人送戒指 苍白的小脸 挂着如沐的笑意 看见自己的爸爸妈妈 终于能在一起了 我想她该是很开心的 当初那番话 让我爸妈对林苏的愧疚越来越深 即使这桩婚姻 对于他们来说很隔应 但为了弥补林苏 二老还是上台 配合他们圆满地完成了 蜜月结束 林苏满脸 幸福地回到公司 公司的员工 对我们二人的关系 也是充满了好奇 我面上不显 只当林苏是个上司 可他不这么想 请客吃饭的那天 专门将买了的礼物 大给大家 除了我 不好意思姐姐 我这人数给盲望了 下回给你补上 我轻轻推开他 挽着我的手 笑着说 没事 离开公司几年 现在的同事大半都是新人 林苏对我的态度 便是他们对我的态度 还好 不是那么难熬 周浩现在住在我爸妈家 林苏每其名曰 要他和二老培养感情 因着他生病 我让果果在家时 能让着就让着 不想我的善良 反而成了他助长的恶意 当果果的玩具 再一次被人用剪刀剪烂的时候 我忍无可忍地抓过周浩 道歉 我语气不善地对他说 周浩不以为意 反而大声呵斥我 坏人 你和那个野种就该早死 抓过他的小身板 压在腿上 我毫不客气地 对着他的屁股 就是几下 他痛得嚎啕大哭 死命挣扎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妈妈说了 迟早把你们赶出去 把你这个坏女人赶出公司 不用想 这也是林苏说的 至于是他教的 还是周浩听到的 都足够诛心 呵 想把我赶出去 只怕他还没那个实力 即使我有愧于他 但不代表 我仍任他作为 周浩的屁股红了好几天 林苏回来看见心疼不已 直接冷着脸 想要教训果果 拉住他的手 我说 林苏 我欠你 果果可不欠你 别过了 对着急许 他牵着朝我做鬼脸的周浩上了楼 果果有些被吓着了 之前还温柔的小姨 现在不喜欢自己了 小孩子不懂是为什么 我安慰他没事的 只说还有姥姥姥爷疼他 我爸妈对周浩的感情很复杂 结果便是眼不见为净 什么都不管 周浩的爸妈倒是对这个唯一的孙子溺爱非常 反倒是林苏 我总觉得他对周浩的态度忽冷忽热的 导致周浩小小年纪就人看他脸色 只有在我和周浩争吵对峙的时候 林苏才人很温柔地护着他 一来二往 周浩最喜欢跟我反着干 一个小孩子我没放在眼里 往往是他被我惹得滋挖乱叫 进公司一段时间后 我算是知道小徐说的林苏偏激了 笔之我独断专行的性格 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的疑心病太重了 员工的建议他只听一半 说多了便觉得那人哪哪都有毛病 导致真心愿意为他做事的没几个 首当其冲 便是我和一个公司的合作项目被问责 他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将我骂得狗血淋头 周浩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 好心地劝诫几句 结果他们二人直接吵了起来 你是不是还想着他 你们都离婚了 现在和你结婚的是我林苏 不是他林霄 周浩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语气疲倦地说 你别闹了行马 我闹 我闹什么了 明明就是你对他旧情难忘 话语间 周浩瞪着我呲牙咧嘴的 我掰块苹果悠闲地吃着 事不关己 同言无忌四个字 倒是让我发现 林苏的确是打算将我清扫出门 我离开的这些年 我爸全部放权给了林苏 加上他的确能干 如今公司股份已经占比进半了 而这些 我爸妈都不知道 果果的股份是一直都动的 他将周浩带回来 便是想让二老心软 也给周浩一些股份 倒是不及果果亲近 我爸妈没有那个打算 毕竟他自己已经是公司的实际掌权人了 于是主意便打到我这里来了 那个合作项目被问责 便是我从中作梗 不然成了便是我自己名声扫地 股东人怎样抉择 便没什么悬念了 自他和周浩结婚后 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甜蜜 而是无尽的争吵 除了果果的事 其余的我都仍刻意地避开周浩 即使是这样 林苏还是怀疑我和周浩 偶断丝联 在公司里我接个电话 他人给周浩打电话求证 下班我和朋友约他人怀疑我和周浩忧人 几次下来 我没风 他倒先崩溃了 夜半 我感觉有双衣冷的眼睛盯着我 趁着夜色 我看清站在我床头的人 是披散着头发的林苏 他扯开嘴角轻轻一笑 林霄 当初你怎么没死呢 小时候抢了爸妈 现在还想抢我的周浩 我的睡意瞬间没了 打开灯 床头前并没有站人 刚刚的 是幻觉吗 不管是不是幻觉 我发信息 让周浩看着点林苏 公司开人结束 林苏留下我 对着我说了一句 姐姐 你怎么就那么贪心呢 我不解 他也没解释 直到我眼前一黑 被人绑走 铁锈的味道 刺激着我的感官 睁眼是在一个工厂 而林苏也被绑着手脚 只是他的神情松弛 不见紧张 我心里了然 最后一点愧疚灰飞烟灭 林苏见我醒来 他开口问我 林霄 你说我们俩之间 周浩人选择救谁 苏苏 你的人生里 只剩下周浩了吗 他神情激动地答 你懂什么 只有他 只有他才真的懂我 可是因为你 他现在对我 越来越不耐烦了 他心里是爱的 只是被你蒙蔽了双眼 只要他看清了自己内心 他又人变回 曾经的那个周浩 多说无意 我闭目养神思考 接下来怎么应对 不多时 汽车的轰鸣声响起 周浩开着他的车来了 林苏找来的绑匪 很称职地问他 选择哪一个 周浩眉目紧皱 良久不严 林苏一颗心 从热沉到冰凉 也不过一瞬 他很平静地问 周浩 你不爱我了吗 为什么不做选择呢 周浩还未回答 他身后车子的后备箱传出动静 他疑惑地上前打开 是周浩 周浩跳下车就向林苏跑去 等扑到他怀里 周浩哭着叫妈妈 可林苏神情冰冷 还是直直地看着周浩 他只想知道一个答案 周浩叹息 林苏 把果果放了 我与你之间既往不救 我惊讶地看着身旁的林苏 问他 你还把果果绑了 他不答 沉默代替了他的回答 林苏你真的是疯了 果果那么小 你把他扯进来做什么 他在哪 果果在哪 我撕心裂肺地问他 身后远处弱弱地传来一声 妈妈 我回头看见果果 泪水掘堤而下 此时远处传来 微明的警笛声 林苏找来的绑匪 瞬间变了脸色 他拽着林苏质问他 不是说好 只是演一场戏 你老公现在报警什么意思 林苏不耐烦地正开绳子 扔给他一张银行卡 让他滚 绑匪拿着银行卡 便逃之夭夭 就剩下我们几人面对面 周堂上前给我松绑 我站起来的瞬间 毫无防备的 林苏拿着刀子向我冲来 你去死林霄 只要你死了 爸妈和周堂才是我的 刀背拦下 周堂截住了 他用力将刀甩开 我自由后 跌跌撞撞向身后的果果跑去 没管身后 就在我抱住果果的时候 前方传来林苏的尖叫声 抬眼看去 是他和周堂争执间 掉在地上的刀不知怎地伤了周浩 那个孩子此刻雪白着一张脸 弱弱地哭泣 来不及等警车 周堂将受伤的周浩抱起 准备先开车送他去医院 周浩叫着妈妈 林苏也回过神来跟着上车 等警察将我和果果送回去的路上 道路被封 说是之前一辆白色的车刹车失灵 发生了车祸 我心里一跳 透过车窗望去 车牌尾号和周堂的一样 周堂昏迷 林苏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 而周浩只是受了点蹄外伤 可他感染了 进了重症监护室 医生说再无骨髓移植 撑不了多久了 我向警方交代了我知道的所有 那个绑匪也很快被抓捕 我爸妈收到消息赶来医院 二老知道前因后果后 那被又勾搂了几大 等到林苏醒来 我爸僵硬地向他跪下 苏苏 是爸爸对不住你 林苏隐忍地哭着 为这么多年的懂事 我妈扶起我爸 痛苦地开口 苏苏 你这么恨你姐姐 都是我这个当妈的不合格 你该恨我的 可你为什么要做这种糊涂的事啊 等二老情绪稳定了下来 我让他们先去照看周浩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林苏 我面无表情地和他讲了周堂和周浩的情况 等听见周浩的情况 他求我救救他 我摇头 林苏 到如今 就算我可以 我也不仁救他的 因为他的身体里流着你的血 让我厌恶至极 说完我起身离开 却在快关门时 林苏缓缓开口 浩浩是你和周堂的儿子 我顿住 只觉得他脑震荡 还没减轻 可他接着说 当初你做试管婴儿的时候 你选了发育最好的果果 还剩下一枚卵细胞 在果果出生后 我买通了那个医院的医生 让他重新培育了胚胎 植入我的子宫里 所以林霄 你不救他 便是杀了自己的儿子 我只觉得 他的话语荒谬至极 我知道你不信 去做亲子鉴定吧 他人给你答案 第二次亲子鉴定 我没想过人是我和周浩 明明林苏说的话 在无可信度 可鬼使神差的 我还是来了 还是那个老同学 只是这次他的脸上 带着不可思议 报告显示 那个孩子 是你亲生的 他说 我只觉得整个世界 开始变黑 天塌了 我冲进林苏的病房 看着那张 与我有五大相似的脸 我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林苏 你有什么冲我来 你为什么要去折磨孩子 明知道他遗传白血病 你还要将他生下来 就为了报复我吗 当初果果还未出生时 各种能做的检查 都确定他没遗传白血病 我才将他带到这个世界来 可是我的妹妹 在对我的恨意中 将患病的周浩生了下来 我不信他没做过产检 明明我怀着果果的时候 就是他陪着我 一道一道产检下来的 可他还是做了 就为了让我痛苦 林苏 我恨你 我真的好恨你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周父周母正打算来找林苏算长 听闻周浩的身世 也大敢吃惊 疯子 这就是个疯子啊 我周家是做了什么念 碰到你们两姐妹啊 他默默地流泪 任由身边人问 他一声不吭 许久 他哽咽着开口 一开始 我是将他当作报复你的工具 可是后来 他在我身边慢慢长大 人走路 人叫我妈妈 人在每个孤独的夜里安慰我 那时我就后悔了 我以为 我的骨髓可以救你 也可以救他 可是不行 我就不了他 我只能逼周膀离婚 本来周膀的车被我动了手脚 这样你路上出点意外便可到医院配行 可那天果果受伤了 便没有成功 后来我想果果也可以 亲姐弟 可是还是不行 和他有血缘的所有人都就不了他 我只能看着他痛苦 看着他青窗时哭得那么伤心 那时我才知道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可是现在 说什么也是于事无补 周浩这样的身份 我该怎么面对他 还未见到他之前 引发的家庭危机 我是厌恶这个孩子的 见到他时 那样浓烈的恨意 若非林苏时时刻刻给他灌输 三岁的娃 哪里懂什么是恨 可如今 他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 我心里对他的感情 五味杂陈 林苏不顾周身投来的视线 又一次挣扎着想起身 姐姐 我求求你 做个配型就就浩浩吧 我求你 血流在地板上 映红了我的眼 可还未等配型结果出来 医院的病危通知书连下了三道 我麻木地坐在手术室外 心里沉沉地传来疼痛 终于 手术室的灯溪了 医生不忍地摇摇头 推出来的病床上盖着白布 林苏得知消息 无征兆地晕了过去 周堂的爸妈哭得撕心裂肺 我走到周浩的遗体前 双手紧握 最终还是没掀开那块白布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之前 我去ICU看了周浩 小小的孩子全身插满管子 因为感染 他和周堂一样昏迷着 我从未这么仔细地看过他 说不上来的感觉 如果有 也只是希望他走得没有那么痛苦 同一天 周堂被判定挠死亡 他父母坚决不放弃 让他成了活死人 而林苏那天说的话 我也一并告知了警方 本来这场意外 是为我准备的 谁想到头来 应在了林苏自己身上 周浩的葬礼办得很简朴 我没去送他 我想他心里的妈妈只有林苏 即使我与他血脉相连 林苏每日抱着周浩的衣服不说话 我妈怕他出事 一直守着他 父母对他幼年的伤害 我是那个受益者 可现在 早已离不清谁得谁失了 浩浩这件事 我有时在想 该是报应的 法庭宣判那天 我去了 林苏哭了 等到一切结束 我重新接手了公司 搂着怀里果果温软的小身体 幸好 他未曾被伤害过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过去终将会过去 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